欢迎回来收看尖峰对话 我是纪慧荣 今天我们带你探讨的是 记者的采访权跟劳动权 刚刚我们有特别讨论到 周富美整个的一个始末 那我们也来看看 网路上的族群怎么说 环评会议本来就应该公开审议 黑箱作业只会让人质疑 就现在的新闻环境 政府不应该封杀记者 应该全面扑杀 亚洲第一新闻自由的称号 被政府用手段给劈批斗了吧 违反了政府资讯公开法 环评再多的理由都是多元的 记者就像带宰的羔羊 没有新闻就等同没工作了 台湾无免亡的权力已经够大了 别再抱怨了 好 看起来我们台湾的民众们 网路族群对记者也有很多的意见 当然有支持的 不过我在这边还是要请教小姨 因为你本身也是自由时报的记者 然后你又是新闻媒体的 一个协会的会长 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 你自己有没有很矛盾 矛盾当然应该不能说矛盾 因为其实我们记协的内规 就是如果遇到与你报社相关的事情 你就先用回避的回避原则 这样才不会影响整个协会对外的态度跟立场 所以刚刚周富美要提出劳资争议你要回避吗 这个部分我确实是要回避的 但是关于在跟环保署之间的抗争 我这个部分我是全程参与的 我也是亲自去跟环保署长沟通这件事情 就是说怎么样 为什么建立采访公园是你的责任 可是你回避你们的新闻记协还是可以 记者记协还是可以讲吗 你说什么记协 对记协还是可以讲话 记协在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自由时报是比较后半段的事情 因为我们前面还是比较在处理环保署的事情 那我们先谈动作 那到了后半段这个部分 那我们关于自由时报部分 我们是有行文针对于我们的一些疑点 比如说调职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做沟通 这件事情两兆说法还是有点罗生门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自由时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就像您讲的辞职的时候 自由时报到底有没有收到 辞职当天没有收到 之后有没有走流程 把它的辞呈有没有递上去 还是没有 那这个我们也要知道 就是我们要你白纸黑字的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之后我们可能再做进一步 看我们能够协助周富美的地方是什么 那我认同管老师讲 就是说这些我们线上的记者 我想可能有很多人没当过记者 但像我们当了十几年记者都知道 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对抗外面的 这些官署的要争取新闻自由的部分 我们还要对抗自己的保老板 其实我所知道 台湾的记者的劳动权 坦白说真的蛮被剥削的 现在的薪资越来越少 然后工作时间又很长 然后现在记者的地位又越来越低 那当然也牵涉到媒体自律等等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很想请教 因为你身为记协的会长 到底自由时报有没有工会 自由时报目前没有工会 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对 之前没有组成工会 我不想你怎么在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台湾的媒体工会 事实上是不断的到目前为止 是在衰落当中 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工会 在某种法律的保障之下 它事实上有比较多的空间 或是比较高的活力 那其实包括在以前非常活跃的中石工会 事实上也面临到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其实我们很多人在谈到 所谓的一个专业自主的概念 那其实我觉得在谈专业自主 有一个前提就是没有工作权 没有一个劳动的基本的保障 你不会有专业自主的 就像今天周富美就算它不是用冲撞 它是要用所谓的比较 所谓的理性比较优雅的方式 去做一些抗争 或去争取这个所谓采访权 可是如果环保署给压力 自由时报还是做同样的动作 把它调职调内情或调线 那基本上来讲 这个专业自主 你发挥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谈专业自主 必须要谈一个前就是那个劳动权 到底是存不存在 那现在的很多的媒体的控制的手法 就是例如说 帮你从所谓的台北调到高雄 那再从高雄再调到台南 然后到处帮你乱调线 那事实上就是一种 所谓劳动权的侵害 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 我们的记者其实最近会常常 我越来越像个劳工 这种感叹 可是有劳工的时候有这样感叹 可是不进来是有所谓的 劳动的意识 或是不进来是能够有 比较多的时间来团结在一起 在这里面我想请教 因为事实上记者 他是受劳计划保障 所以他还应该是属于有劳动权 对对对 但是我跟你讲 因为你们都不在线上 你们知道所有的记者 就像昨天刚刚讲的 为什么连署的人比较冷漠 我觉得这是记者的 台湾记者的一个小小的特性 就是比较冷漠一点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环境不好 媒体环境不好 去年就倒了五家平民媒体 所以在工作不保的情况之下 你要记者去自己去争取 我觉得有它的一定的困难度 那你要记协去push每一个媒体 去组成更会 更有它的困难度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 NCC要定一个 那个传播通讯管理法草案的时候 我们就要求要把劳动权的部分 加入进去 为什么 我们希望透过法令 希望透过审查圈 可是劳机法不能保障吗 劳机法 因为劳动劳工局 没有随时的在 care这件事情 我记得我以前 还曾经跟以前的 一个劳工局 找到演讲轮台北市 劳工局找演讲 谈过这个事情 我说劳工局 有没有办法去媒体 push成立工会 他也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 工会应该是 劳工自己组成 对 这就是 这就是他的概念 但是因为我们觉得 实务上有实务上操作的问题 就我们完全同意 刚刚小姨提到 在实务上的确是困难 对 而就是因为这样子 才显得季协的重要性 而就是因为这样子 才显得周富美这件事情 他必须有一个更大的 一种社会讨论 而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必须有更多的团体来 跟记者一起来努力 做这样一种事情 因为他有非常非常多的 限制的存在 虽然我不曾 在线上跑过线 但是在我们对媒体生态 是有一定的这个理解 所以我们也跟很多的 媒体工作者 知道那个困难是存在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在 投入这些东西 为什么希望记协能够有发挥 更大的作用 就是外界为什么 对记协期待是这么高 就是因为这个是现实的现实 除了记协的一个努力之外 还有什么样能够保障好的记者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 是记者本身要自己 真的是那个认知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今天 我们今天做的事情 都不要讲 是不是为了什么 伟大的公共利益 为了什么伟大资的权利 就光是为你自己的工作的尊严 其实是很重要 事实上我们都很担心 抗争之后我们会没有饭碗 可是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 在抗争之后 他事实上还是有别的工作 或者是在别的媒体当中 他还是有这个机会 而且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看到日本的 像日本的记者协会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数量是非常 人数是非常非常多 大到什么 大到媒体他要换总编辑 都必须经过记者协会的 这个同意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 那个由下而上的力量 是具有可能性的 我们可以理解在台湾 现实上面的困难 但是他代表 他不代表他是不可能的 我当然认同管老师讲 就是说包括工会 或记者的一个新闻自主权 都应该自己争取 但为什么记协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寻求法令 或寻求一些外环境的去帮忙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办法 现实状况 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状况 所以最后结论 但我不认同管老师的是说 记者协会在 都赴美经纪事情上 没有发了很大的作用 我从来没有这么说 但我们认为 我们在环评会议 已经发表了很大的作用 毕竟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已经开放了 好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希望能够让你更多了解 记者的开放权跟劳动权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 谢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